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罗西西博士的频道 今天继续给大家答疑肺节节相关的问题 最近在评论区收到很多位朋友都有问了一个相似的问题 说我就是经常跟大家说要去随反 那发现节节无论大小直接切除了不可以吗 为什么这样是不可行的 第一点是因为肺节节 现在由于我们这个剪出的方式进步了 过去可能是用胸片的 现在是用CT了 所以大部分人可能在30岁以上都会剪出肺节节 那不可能让这么多的人都去做手术 那第二点是这么多人虽然都剪出了肺节节 但是大部分的可以说是超过90%以上的肺节节都是良性的 这里面包括了很多成就性的病灶 感染后的病灶 像小的时候发生过一个咳嗽 什么感冒 生过肺炎 都可能留下一些小的节节 那这就是我们剪出来的 那这些节节未来是不太可能会进展成为恶性的 所以这些节节也没有必要全去切掉 慢慢去观察它就可以了 可能一开始观察的周期是6个月 然后12个月 然后是两年 接下来可能一辈子都不需要手术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肺节节的手术 肺节节大家可能觉得很小 那手术应该也会比较简单 那的确现在手术也是微串的 就身上打个洞 然后把节节给取出来 但是要知道的是 尽管98%的患者 在现在术后都可以在4到7天后顺利出院 但是还是有2%左右的患者 或者说一些年龄比较大 或者说个体体质不是特别好的患者 可能会在手术后出现一些并发症 比如说恢复过慢 恢复时间延长 术后的地方会发生疼痛 甚至有一些可能会发展出肺炎 或者说是一些双腮的并发症 另一方面就算是顺利的出院了 4到7天 在恢复之后 这个肺的功能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具体这个肺功能能恢复到 原来身体的百分之几 还是取决于一个人的锻炼方式的 如果说你自身素质比较好 锻炼的比较合理 也许能恢复到 比如说原来的95%或者98% 那如果锻炼的不及时 或者说恢复能力不是很好的话 可能只能恢复到原来的80%左右 那这样子对一个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原来可以爬五楼楼梯的 现在可能爬到四楼就气喘吁吁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重新的讲一下 发现肺结结之后的一个流程 首先如果你意外的发现了肺结结 第一步应该先去胸外科的门诊 挂个号 或者说去放手科的一些 看肺结结的医生那里挂一个号 那如果医生觉得这个结结 直接有手术增下 那就直接手术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医生觉得这个结结是高危的 那有的时候会让治疗 一到两个月之后再去做手术 那第二种类别就是说 大于五毫米 但是又没有超过一厘米的 那这种结结一般来说医生会让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 具体随返多久 医生主要要观察他的这个变化 变化就是说他在六个月或者一年 他边缘的形态有没有发生变化 他的生长速度 他内部的密度 他周围的血管结构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 那医生就会根据这个再做出判断 那如果在随返数年之后都没有什么变化 那就可以认定这个结结基本上是良性的 当然这个是跟医生的经验关系很大的 也于个体的家族史 就是上辈人有没有生过肺癌 以及个人的环境年龄 这些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 那如果发现结结是小于五毫米的 那医生会根据你的年龄或者什么因素 会建议你两年随法一次或者一年随法一次 所以总结一下 发现肺结结并不是说全都切了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人都会有肺结结 而且很多的肺结结也基本都不会发展成为肿瘤 只有那些有必要切除的才去切除 因为切除也不是一件小事 还是有很大的概率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甚至会使这个原来的情况变得更糟糕的 好的 希望本期的视频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有什么关于肺结结 或者其他疾病的一些疑惑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积极的回复大家 我们下期见 祝大家平安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